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近千人出席 可见麦佳莲在华人社区的影响力之大 这位和蔼亲民的麦爷爷呢 也针对记者提出的发展家中两国关系 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一回答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片子 我们很感兴趣 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 与中国政府因为 我认为 两个Canadian和中国人都很感兴趣 做更多 我认为更多更多 我们想更多货币 更多投资 更多选择 更多华人 更多华人 更多的东西 所以一种方法来说 这是 这个是季节目的 所以它是一个好处 来Canada和中国人 架子 架子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好处的工作 把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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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子架子架子 是绘腾的 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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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 在家中两国的贸易中 加拿大对华贸易一直是进口额 远远高于出口额 据媒体报道 从2005年开始 加拿大对华贸易逆差 超过200亿加元 2014年接近400亿加元 2015年达到453.93亿加元 在记者们 对这位新任驻华大使的提问中 如何对待家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120,000中国学生来到Canada 所以有30次更多中国学生来到Canada 比加拿大学生来到Canada 所以我们想做的是 让更加拿大学生来到Canada 即使是成统设计或是成统设计 所以这就是一种的贸易我们想准备 我们想看更多加拿大学生去中国 麦加连还表示 他希望在多方面促进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额 包括出口农林产品、手工产品、清洁技术、金融服务、旅游产品等到中国 扩大家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与合作 对于在中国的新旅程 麦加连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讨论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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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但我们也设定了我们自己的道路 非常明显 当天 近千人参加了庆祝麦加连出任加国驻华大使欢送晚宴 大家纷纷向这位新任驻华大使送上祝福 麦加连先生被提名为驻中国大使 充分显示了加拿大政府以及特罗多总理本人对中加关系的重视 对中国的重视 因为我们都知道麦加连先生是资深的内阁成员 资深的部长 长期担任国会议员 与中国社区与华人社区的联系也非常广泛 他本人的家庭也有着很深的中国的元素 所以说我觉得这几点因素加在一起 他是驻华大使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John McCollum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说政治家 加拿大政治家 尤其是作为加拿大的移民部长 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带来很多新的变化 尤其对华人或者新移民来说带来很多新的政策 像现在包括国际学生 其他的这些 包括三连居住几连成为加拿大的公民 这些政策的改变 给很多新移民带来很多便利 所以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政治家 很称职的部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家中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么迅速的情况下 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这样德高望重的 对中国持一个公正公平的友好的态度的 了解中国的人去做一个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 我感觉是又高兴的又觉得有点舍不得的感觉 这次他去中国其实我觉得是相当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他是当一个部长 而很成功的移民部长 最成功的时候突然间总理 总理就叫他去中国 这个是很特别 很出奇的东西 以前是很少这样做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总理觉得是 他应该去中国是深化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在这方面他应该能够做到很大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就是期待他去中国把家中关系深化 加拿大的大使第一次是华人的女婿 所以因为这个大使在CCBCC的会议上说 他的老婆是中国人 所以他的孩子有50%是中国人 我是加拿大人 但我也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家中现在已经非常的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 张马克林这么合适去中国做大使 因为他懂得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 所以我希望这个大使的出任 能够促进我们家中两地的经济发展 文化化展和金融发展 家中关系理事会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协会 但是呢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有这样一个机会主办这个晚会 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张 就是麦德莲先生这个宣布去中国做大使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看的 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麦德莲先生 他身上有非常重的责任 就是他带着这个加拿大政府 去就是推动今后家中两国的关系 我们用特鲁多总理的话 就是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要派出最重要的最重量级的大使 那么我们真是特别荣幸 就高兴地看到我们麦德莲先生呢 能够在家中关系今后的黄金十年 去做中国的大使 我们真的觉得客气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看来啊大家都舍不得麦德莲先生走 同时又对这位新的驻华大使寄予厚望 希望麦家莲和夫人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 一切顺利 成为家中两国新的莲心桥 本集结官 请不吝点赞 breath a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